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伯拉罕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地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咬如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见长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日子 亚伯拉罕摄败丰盛的言席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下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反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 我也必是他的后裔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下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甲就走了 在别是吧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约有一见之远 相对而坐 说 我不忍见孩子死 就相对而坐 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 说 下甲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下甲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 给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 他就舰长 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在诗篇三十七篇 第三节说 你当依靠耶和华 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誓为良 神是信誓的神 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亚伯拉罕 在前面十六章经文当中 他八十六岁的时候 他等 还是没有看到 神的应许的成就 他就软弱了 他与萨拉他们一起商量 结果就犯了很严重的罪 经过前面亚伯拉罕的失败 亚伯拉罕他也学会了 真的是以神的信誓为良 终于等到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 以萨才出生 圣经在这里描述 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萨拉怀孕 亚伯拉罕不但以神的信誓为良 并且 亚伯拉罕当以萨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 第八天给以萨行割礼 这是一个很重要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记号 割礼是表明亚伯拉罕所出生的 都在神的约当中 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 是他的后裔 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 因此上帝的应许是要透过以萨 要建立神的国度 其实透过以萨说 从以萨所生的后裔 所指向的 并且割礼也成为了约的记号 当然这一切 最重要的不是肉身的生养 而是上帝的应许下的生养 也就是说 只有在应许下面的生养 肉身的生养 才是有意义的 才能在约定的里面 同样割礼 也是要在应许的里面 而不是肉身上面 那么这个应许 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这个约到底是指向谁呢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是从以萨而出生的 也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 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义文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那是从神来的 在六章六到第九节说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萨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的时候 我要来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 伊什玛丽 当以色渐渐长大的时候 曾经亚伯拉罕 因为他们夫妻 所犯的罪的后遗症 又再次的出现 萨拉看到 夏家所生的儿子 细笑 就不开心 要对亚伯拉罕说 要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并且说 他不可以与伊萨同寿产业 这个事情 让亚伯拉罕非常地头疼 这个其实也是 他们曾经犯下的 多期的后遗症 这种家庭的关系 也非常地复杂 当然在这里 也是他们利益之间的 一个冲突 而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但是上帝又主动地 介入到这次的事件当中 因为是跟后遗有关的时候 神都会主动介入 神说 从以色生的 才成为亚伯拉罕的后遗 这个是按照上帝 应许之约的路线而发展的 而上帝也怜悯伊什玛利 使他的后遗成为大国 其实在这里 有两个国 这两个国是不一样的 以色而生的后遗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国度 而从伊什玛利 所生的是地上的国度 在这个地方 上帝跟亚伯拉罕 所说的两个国度的概念 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说 肉体上的 很难割舍伊什玛利 但是上帝让他看到了 属灵的层面 就是上帝曾经 跟他所立的约 并且上帝也一定会 保护伊什玛利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就送他们离开 其实当 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时候 也是清早起来 毕竟伊什玛利 也是亚伯拉罕 他的亲骨肉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这是一次 很难做的一个决定的割舍 对亚伯拉罕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要放手 未来上帝都会负责 当然事实 的确是上帝 成就他所说的话 当伊什玛利出去以后 遇到了困难 没有活命的指望的时候 神拯救他们 他就从小成为一名弓箭兽 在矿业中长大 矿业其实在中东地区 大部分是属于沙漠地带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面 神也照样照顾 夏甲伊什玛利 他们母子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应许之子 与非应许之子 当然上帝都鼓劣 上帝都会保守 上帝也让亚伯拉罕 学习放手 在这里面 上帝让亚伯拉罕 以永恒的眼光 来看现在的世界 其实在这里面 有两个国度的概念 从这里出现了 一个是应许的国度 就是后裔的国度 而另一个 则是肉身的国度 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度 上帝让亚伯拉罕 更加地看到 那个应许的国度 就是永恒的 因为亚伯拉罕 有这样的国度观 他也学习了放手 他也相信上帝 会保守伊什玛利 亚伯拉罕 才突破了他的忧愁 今天也是鼓励我们 看到那个永恒 应许的国度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对一切的事物 才能够放手 因为上帝 他一定会负责任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